欢迎回来 这里是时时刻刻给您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节目里面是胡厨给您掌勺 刚才的时候胡厨给大家讲说 接下来做的这道菜 会勾起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是什么菜 是锅巴 锅巴 这个锅巴为什么会有童年的回忆 一般小时候 有锅巴吃实际上都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以前那个烧米饭都是由柴火烧的 而且尤其是大锅出来的 那个特别的香 一般往往就是为了吃锅巴 宁可把饭烧糊了 故意烧糊它 烧糊了以后再拿把那个锅巴拿来吃 那个锅巴我相信很多就是 那个年代生活我的朋友都有记忆 就是用铲了铲完之后 它那一块是酥酥的脆脆的 然后咬到嘴巴里面的时候米香很足 然后特别就是有那个咬头很香 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为大家就是也准备了一道 就是现代版的锅巴 我们这个锅巴跟我们在超市书买的那种 蓬化油炸食品 完全不一样 这个锅巴在就是家里面都可以做 就是拿米 很简单 这个米好像有点不一样 大家会看到这个米它那个颗列会有点长 这个米呢是糯米 糯米 这边我们要弄一个平盘 对 这个平盘实际上就是很简单 也就是一个不修饭的这么一个平盘 平盘 然后您就用了一小层炸的糯米 OK 摆好 那么这个呢我要特意讲一下了 就糯米呢很简单 对 大家都知道 这个呢就是 这是什么 你说 你猜猜看这什么鸭子 这好像看起来就是 这是鸭子 对 有酱的味道 大家能不能闻到 它那个感觉就是 表面上黑黑的呜呜的 但是闻起来很香 它有一种这个呢就是我们将这一代的一个特材 它像腊肉的味道 不叫腊肉是酱鸭 酱鸭 对 对 到了冬天过年的时候啊 就家家户户户都会把鸭子啊鸡啊什么泡在酱油里面酱 酱完了以后呢就是会挂到隔年 酱完以后泡在油里面就是夏天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吃 也就是说这个是要储存整个差不多的话 一个冬天 一个冬天 冬天来制作 对 夏天和春天的时候就可以 那用什么酱油 呃就是用最土的一种酱油 就是在浙江当地 对对对来泡制 你到了就是说冬天的时候 接近过年的时候 看哪家就是说就是 生活品质有品质 你就看到阳台上面 阳台上面挂都挂着鸭子啊鸡啊 锅铁啊什么 就证明这家喜欢吃的 哎就是爱美食的人了是吧 现在的这个鸭子呢就是我就是呢 放在这个米上面 ok 这个是蒸过的吧 这个是还生的 现在是生的 生的姜鸭生的那个腊肠 这是广东腊肠吧 对腊肠 好 我们呢就呢 今天不是要做锅巴吗 对啊 这个就做锅巴吗 可这都是生的现在目前来看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就是来做呢 就是也是为了就保证你说外面买来的这现成的锅巴 对 大家都是靠 打油炸出来的 对 我们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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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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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